朝鲜与韩国代表团于今天在板门店会谈 为预期4月27日举行的南北峰会做准备 双方讨论的事宜包括安全措施 媒体报道准则等 例如金正恩是要搭乘交通工具还是走路抵达会场 他是否要跨越非军事区 双方也需要协调金正恩与文在寅当天要会面多少次 又有多少部分可以被录影或现场直播 据韩联社当天报道 韩国的国家情报院第二次长金湘君 青瓦台礼宾秘书赵汉起 国政状况使长 国政状况使主任尹建勇 首席宣传秘书全贺基 警卫处副处长 新荣誉等六人出席会议 朝方的国务委员会部长金昌善等六人附会 其余人员不详 尹建勇是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心腹 曾随总统特使团访朝与金正恩会面 金昌善则被视为金正恩执政以来的大内总管 曾在平昌冬奥会期间 随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等朝鲜高官访韩 朝韩高峰会的确切日期在上周才敲定 韩国政府表示四月底的高峰会 将会聚焦在朝鲜半岛去核化的议题 但是朝鲜的官方媒体并未证实此说法 以上是柳橙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朝鲜与韩国代表团 于今天在板门店会谈 为预期4月27日举行的南北峰会做准备 双方讨论的事宜包括安全措施 媒体报道准则等 例如金正恩是要搭乘交通工具 还是走路抵达会场 他是否要跨越非军事区 双方也需要协调金正恩与文在寅当天要会面多少次 又有多少部分可以被录影或现场直播 据韩联社当天报道 韩国的国家情报院第二次长金湘君 青瓦台礼宾秘书赵汉起 国政状况时长 国政状况时主任尹建勇 首席宣传秘书全贺基 警卫处副处长 新荣誉等6人出席会议 朝方的国务委员会部长金昌善等6人附会 其余人员不详 尹建勇是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心腹 曾随总统特使团访朝与金正恩会面 金昌善则被视为金正恩执政以来的大内总管 曾在平昌冬奥会期间 随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等朝鲜高官访韩 朝韩高峰会的确切日期在上周才敲定 韩国政府表示 4月底的高峰会将会聚焦在朝鲜半岛去核化的议题 但是朝鲜的官方媒体并未证实此说法 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4号礼拜三 纽约看天下 我是卫逼周 今天呢 今天当然在昨天我们填了有关于这个美中关税的问题之后呢 今天总算终于是这个爆发一次大的第二波战争了 那么这一次的分量相当重 是号召象征大概双方只要各自祭出 将近五这个五百亿到五千亿美金的这样子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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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税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道理是怎么一回事 昨天双方都列出一些长长的这个清单了 第二个呢 我们来谈一下是有关于这个刚刚去世 这个陈湘梅到底是亲共呢 还是是个亲国民党这个当然这个像意义象征到指导这个陈湘梅梅在这个二战之后啊 这个这个1940年之后来到美国之后一向了生活在美国生活跟他自己这个从事的这个社交方面的这些事情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川普昨天呢又放话了啊 基本上他说要派出军队 那这个军队当然有很大的这个权势 派出军队在美墨边界去去去这个去守去驻守啊 一直到这个围墙盖好 这个道理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先到我来看一下啊 这个刚刚出来的几件消息啊 第一啊 这个昨天也是在这个啊 这个YouTube有总部啊 加州YouTube总部发生一个枪战 大概是下午的时间 那么 当时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 只知道这整个情况是非常紧张 那么现在呢 今天早上出来大致上的结果是知道 是一个35岁的伊朗籍女子啊 开枪到了到了在到这个 他在这边工作啊 带着枪带着手枪到了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YouTube总部开枪 打死了两一个男的啊 两个受伤两个女的 那么现在大致出来 大致出来他知道他的名字 他的first name啊 他的这个名字啊 名字是这个NASIME啊 NASIM 那么这是他今天公布出来的 他的一些网站啊 他自己的东西 他现在说呢 他现在这个啊 他自己本身在YouTube工作 他的主要理由 在这之前我们也知道的是 他这个所有 他非常痛恨这个YouTube 有关于这个播放视频的这个政策啊 他认为这个是言论自由 受到受到影响 所以他在这之前 有很大的一些愤恨 那么最新出来的消息 是他爸爸就知道 他爸爸 也是住在这个圣地亚哥 大概前后附近 说他知道他女儿 对这个有关于YouTube的 这个审核的这种审查 上去的上网上去的 这样子的政策非常痛恨的 批评很久了 那么他也知道他女儿 这今天呢 好像气冲冲的就跑出去了 所以他大概知道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没有想到女儿 会做出这件事情出来 所以这个呢 当然是一个新的一个 一个类似这样子 你可以说警察还在这个 还在这个划分啊 这个道理是职场上的 这个纠纷所造成的这种枪案呢 还是又是属于另外一种恐怖分子 因为我们听到一浪两个字 再加上枪击案 好像会把这个事情都放在一起 那么警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这个确定倒是个恐袭案呢 还是一个职场上的一个枪杀纠纷啊 那么这个这些照片呢 刚刚都是在他自己的本身这个 Instagram啊 所所看到的一些照片 所以这个整个情况还在进去发展啊 如果还有新的这些公开比较 吃惊令人惊喜的这样子的信息的话 我们再来跟各位报告 好 现在当然现在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啊 这个终于这样 第二波就开始了 所谓第二波开始的意思是说呢 川普政府在这个3月23号所说宣布 要对这个中国提出一连串的长长的这个清单啊 要来对于中国的这些进口到美国的这些产品加税的这些事情 那么今天正式公布了 那么在昨天呃公布的时候 是昨天下午差不多四点钟 二六点钟的时候公布的 美国公布的将近是有将近是一千三百三十三项 对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这些产品啊 加以课税 那么到目前只看到当时看出来的大致上的清单是 包括从航天啊 从航天的这些东西到电子产品 一直到一些其他的东西 包括这些这个这有关于相关于这种高科技产品的东西 对来自中国的这些产品呢 美国现在可以百分之二十五的这个关税啊 那么这个事情呢 当然是美国啊川普政府实践啊 他自己本身第一在竞选时候所做的事情 第二他3月23号所做的事情所做的宣布啊 那么这一项这个红号这个这个价值大概加起来 大概有将近是这个五千亿美元啊 那么这个当然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啊 那么这个数字将来会这个对于美国来讲这个是是像川普今天早上呢 就立刻啊就推出这个推文了 他说他这个 当然这两个有好几件事情了 那么川普现在所推出这个推文呢 就今天早上我们看的时间大概是差不多早上九点多人推出来这个推文 他有两个啊 第一个在下面 他说我们没有跟中国在开这个打这个贸易战啊 We are not in a train war with China 他说这个战啊都已经打了很久了 而且呢我们美国已经早就已经失败了很久了 这个是由他的前任啊这些无能的他用这个这个这个foolish or incompetent 就是愚蠢而且无能的这些人啊代表的是代表美国的这些人 当然这也包括这个他里头还讲就原来讲包括他前任啊 就是美国总统这个都做了这些愚蠢的事情 所以他是说如果要跟中国打贸易战的话 中国这个美国早就已经输了啊 他说现在我们跟跟中国之间呢 有有这个这个将近5000亿的这个这样子的贸易贸易赤字啊 还有包括这些 这些智慧财产一直被偷走等等这些事情啊 还有你在这个情况在这个上面还有另外再加上3000亿的美元 还有我们不能让这个继续在这种情况再继续恶化下去了 这5000亿跟这个3000有这个数字就这当然不能拿来完全扣制川普 所以这个道理他总统讲的话应该数字确定 我大概知道就是这样的数字 那么川普第二个推文就是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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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情太严重了好 我们必须要做这个东西 他说我们现在跟中国他这个地刚刚看到17分钟这个推文啊 这个是川普针对今天早上这个中国啊 这个这个中国自己马上就宣布了这个等量还击的这个措施 我们再来提一下 那么川普就是说我们不怕这个事情 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多的赤字了啊 我们你这个贸易赤字你中国再加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影响呢 那川普做的这个川普这么昨天这个傍晚 六点钟做这个宣布的时候经过十小时 那么在今天早上 就是我们这边的早上四点钟 中国的下午四点呢中国也列出了一个清单 一百零六项啊也是长长的清单 一百零零六项对于美国的大豆啊 还有这个啊一些重要的这些农业制品 包括烟草啊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种农作物啊 都开始克征百分之二十五的这个关税啊 那么中方这个我们把这个稍稍放大一点看 能不能放大一点看 这个是这个中方自己所提出来的这个东西 那么中方呢 并没有说啊这个关税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啊 他说这个实施的时间值另外订定 然后呢这个中方列出来一百三十三 列出来将近啊这些八大项啊八大类的这东西 我们看到你看到前面有黄大豆啊黑大豆啊 还有其他玉米还有这些这些这些其他的东西 上面呢还有包括汽车啊这个包括对美国这边进口的汽车 那么其中啊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啊 就是特斯拉他当然是这个他的电动车在中国在中国有一部分制造 也准备在中国卖啊那么他也被列在这一次的这个二十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里头 所以就这个整个整个整个情况来讲啊大豆加上这个其他的玉米啊 还有加上汽车可以说中国对美国来讲最重要的武器就出手了就已经出手了 那么这个出手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中方我已经把最终的武器拿出来了 那么是不是表示我们要不要去坐下来谈呢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已经重伤你了 重伤这个美国了 所以就大豆来讲呢大豆还有玉米来讲 那这些农业区啊包括这个啊 Kansas州啦 印第安纳州啦 还有这个埃尔华州 这些股仓啊 这些人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加上还有汽车 那么汽车如果说也加上百分之五的 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的话 那么美国这些汽车厂的公司呢 当然都会受到影响啊 果然不错 那么今天早上这个华尔街啊 这个开盘啊 我们大家刚刚查了一下 九点九点半开盘的时候呢 这个华尔街这个股票一下就跌 一开始就跌了将近五百多点啊 这个当然是百分之百的针对 中美之间这个贸易纠纷所产生的 这样子的这个投资人的这个这个害怕心理啊 那么但是这个这个掉五百点呢 慢慢慢慢有爬升回来了啊 刚刚大概有四百多点 所以这个这个整个今天看起来 这个整个投资人呢 还有这个所以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些 这些证券公司等等 都会根据这个不同的情况再调这个事情 那么在同时呢 在芝加哥的这个有关于这个期货啊 这个股类期货的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这个股类的期货的 这股价也往下掉啊 那么在这个华尔街这个道琼指数上呢 所有美国汽车相关的这个股啊都往下掉 所以这个东西当然是不能说是没有影响啊 那个美国的这个商业部长啊 这个Ross就在刚刚不久啊 在上了美国的这个电视里头就提到说 他对于这样子的这个华尔街往下 这个股票往下跌啊 并不感到吃惊啊 那但是呢 他觉得还是有一点点让他觉得奇怪 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情大家都已经预测到了 都已经知道了 而且这已经广为周知了这个事情 意思是说大家既然都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要准备跟中国之间产生这个贸易战 那么大家自己必须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跟自己本身对于这个对于这个啊 这个资本调配的这种准备 所以还有这么大的这样掉幅对他来讲 他觉得是有点奇怪啊 因为就正常情况下来讲的话 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事情了 那么美方这边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那么昨天公布了啊 昨天晚上昨天下午所公布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清单啊 照美方的这个程序要走一趟来讲的话呢 他要到5月15号啊 他会有一个公听会啊 所以到美方这边来讲 他还没有正式开始实施 大概有60天的时间 所以到5月15号他会有个公听会 到5月30号呢 才会公听会结束之后呢 他才会来给他来重新在最后一次清单的调整 那么他有60天的时间 这个5月15号之前呢 美国各个公司各个产业都有权利啊 向这个商务部或者是向这个财政部提出这个数月 认为这些东西为什么不应该对中国提出这么高的 25%的关税等等会伤害他的自己的等等 支撑到自己中美国自己的这些农民啊 或者是其他这种制造业的这些人之外 那么商务部跟这个这个各方面在同时在检和在检查之后呢 重新再做这个调整啊 所以就美方来讲呢 还没有完全这个对于中方这些物资提出这个提出马上的这个实施这个关税 那么中方呢也是提出了长长的一列 但是也还没有正式实施 意思就是说在5月15号甚至在5月底之前呢 双方都还有坐下来谈的空间 那么中方这样子做 当然已经把这个大豆啊 这个大豆玉米还有汽车都已经摆上台面了 这已经说明啊 中方已经做的是我们要跟你等量 这是他们最近这个包括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所说的 我们要跟美国这个等量还击啊 你给我多少 你给我多少的关税 我这边就奉还你多少的关税 那昨天这个看出来这个分析来讲啊 美方到目前为止 昨天所提出来的这样子的这个对中国的关税 基本上并没有伤害到美国自己的消费者 也就是说像从从中国进口的这些鞋子啊玩具啊 还有一些这个所谓包括这个洗衣机啊等等 这个都没有在对于中方这个进口的关税 加上关税的这个这个行列这个名单里头 也就是说美方呢 放放过了啊 来自中国的我们在这种超级市一般超级市场或大卖场 可以看到的一些这种民生必需物品 所以基本上这个对于消费者 对美国的消费者消费大众来讲 还不会有直接而立即的这个冲突 那么中间有一项呢 当然是以后大家在这个如果生效的话 如果以后大家再买那种大型的 包括其实50寸52寸以上的这样子大型的平板电视 可能这个价钱就会提高 那么除此而外呢 并没有对其他的这些电子用品呢 有任何这个电子的民生用品 有任何提加关税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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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向啊 所以目前看起来美方在这边也是经过了选择之后 所提出的这样子的提高关税的提高进口 来自中国的这个清单 那么中方显然也是经过的这个盘算啊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从美国这边的目前反应来讲呢 感觉不出来美方这边有受到惊慌啊 至少从美国的媒体来讲 昨天这个中国在这个差不多下午啊 昨天在中国这个五六点钟宣布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美方倒没有这个媒体的各大报道啊 这个都是成为美国自己本人新闻的一部分 那么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我们倒反而看到了这个说 这个华尔街日报当然是比较重伤的报纸 他对于这样子的事情当然是万分关切 但华尔街日报的角度是说呢 美国今天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清单啊 一个关税清单 是这个是这个对 是这个近几十年来啊 美国对中国出手最重的一次啊 然后呢 有同时还指出 这可能是对目前的习正平政府啊 习正平政权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可能是他遭受了一个最大的这个考验 考验的危机 所以就美国来讲 那么他们已经认为这个事情 对于中国来讲是造成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 那么相对来讲呢 这个美国 中国对于美国这样子提出这样子的各种的提出这一次的这样子的贸易暴富呢 似乎看不出美国各界啊 对于这个川普政府有任何的批评 或者是说这是川普政府面临这个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等等 所以在美方这边来讲呢 川普这边所感受到的压力是有 但不是是是唯一 而且是这个巨大的啊 那么当然现在这个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波音的这个这个在那个南卡的波音波音飞机制造厂 那么我们还注意到在这一次昨天所提出来这个波音公司啊 这个飞机订单并不在中国反击这个美方这个进口产品的一部分 那么这也看出来中方对于这个东西对于这个飞机这个事情也是手下留情 那么当然也考虑到自己中国自己本身的情况 你就气色来讲 现在中美国的汽车进口到中国已经要课征25%的关税了 所以现在在25%的关税上再加上25%的关税 所以整整一部车在美国这边如果卖5卖10块钱的话 那么到你到中国就要再加上这个50%的关税了 就15块钱一部车了那当然在原来在中国来讲的话 一般人就不太会去买这个美国车了 所以你再加25%的25%的关税呢 对于一般一般老百姓来讲也没有太大的伤害啊 所以就这点来讲呢中方也是做了一个计算啊 那么中方认为既然这个东西加了税之后 对我自己老百姓的名声并没有任何影响 反而对你美国这个汽车技巧也可能会有影响 所以这个是中方出手这个挑了这个汽车的一个主要另外一个原因啊 但是这个大豆呢就研究情况就比较稍稍严重一点 如果大豆这个这个进口的价格涨上升了之后呢 连带的下一波就是包括饲料啊 那么饲料包括各个这个勤类还有包括这个这个肉这个肉猪啊 还有这些其他不同的人都要这个这个 叙述类所都要吃的这些这些饲料可能都会胀 那么相对来讲的话 那么其他肉猪肉胀其他的可能慢慢会胀起来 所以对于这点来讲 中方虽然出了重手了 可是也会自己伤害到自己 所以这一点可能是在双方开始在讨论的时候呢 必须要这个为必须要这个严加注意的这一点 所以现在看起来美方有15% 美方已经公布了 但是有15天到60天的这样的公布期 中方也公布了 但是确定的时期还没有公布 说是要看美方具体的结果再说 所以就现在情况来讲 这个这个战争已经点起来了啊 那么根据报道呢 美方现在还有一个观察点 认为说这个假使这个事情出来的话 美方还有观察点 要看中方到底有多大的这个改善的意图 美方当然要改善的意图是 这不久他已经给这个刘鹤的一个清单 比如说要这个希望 中国向美国购买这个半导体晶片 同时呢 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开放这个美国车 进属到中国的市场 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官汇不但没有 你不但没有让我进去 你把官汇加了这么多 另外呢 还要调整这个外资啊 外资这个服务业 还有一些证券业金融业 在中国持股的比例啊 也就是说开放这些外资能够进去 那么这边现在有个观察点啊 这个美国都已经注意到了 就是在下个礼拜 4月8号到4月11号 在博鳌这个博鳌论坛 所召开的这个会议 这个博鳌论坛 是这个中国啊 相当于这个这个这个达卧斯啊 中国的达卧斯的事情 在南海 在海南举行的这个事情 那么习近平主席在这个啊 2015年有去过啊 去过演讲了 那么他们这一次呢 这个王毅啊 在前不久 在几天前也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么也说明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啊 这王毅亲自开了记者会 那么说他宣布这个 其实人民主席将会出席 这个会议并做重要的讲话 所以美方呢 这个已经注意到这个习近平 是不是会在这一次 这个4月8号到4月11号 这个博鳌论坛上 习近平的讲话会释放出重大的讯息 这个重大的信息 就是经济改革的信息 同时如果说这个习近平 以这个国家主席的身份 那么对于这个啊 这个开放外资啊 外资的这个持股比例等等 做出承诺的话 那么美方就可以依据啊 依据这个习近平这个讲话 来跟中方做进行这个交 进行交涉 所以呢 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就可以想就可以想得出来啊 这个也是双方都已经一步一步计算好了 美国已经提出了这个报复的清单 中国也提出了报复清单 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呢 刚好一个博鳌论坛出现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利用 博鳌论坛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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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合 这个机会放出这个愿意啊 要谈的这些事情 我们看到这个他们这天那个所宣布的啊 亚洲博鳌论坛的主要讲的东西 是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 繁荣发展的世界 这当然里头有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背景在后头啊 那么重点呢 就包括习近平的专题演讲啊 那么当然也会推动这个 其他大家知道的话 就是有关于这个这个雄安新区建设 表示不会放弃这个东西 那么当然从外国角度来讲呢 习近平演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现在外界都观察说 在这个4月8号到4月11号 这样子的开幕式上 习近平所做的这个讲话 所释放出的这样子的讯息 是不是可以成为美方跟中方 在进行交涉的一个新的一个起点 如果这个这个新的起点 表示中国有意做这样子的改革 跟改革的话 金融改革还有市场开放的话 那么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是不是就可以就此降低 或者可以避免 所以这个是双方正在观察的 这个一个重点啊 那么不管怎么说 现在这个贸易战已经开始啊 已经开始至少这个枪炮 都已经架好了 双方这个弹药跟战略去途 而且要伤害对方的这种 深度跟广度 双方也都了解了 那么就现在就看 有没有一个可以下台的机会 有没有一个可以转机的机会 当然川普今天讲的话 也是相当具有保留 他说我们跟美国 我们跟中国之间并没有贸易战 而且这个战我们早就已经输了 我们已经失败了 我们现在只是重新想要 这个讨回一点公道等等 那么美方这个话 的确是有他的道理了 因为这个你不管怎么看啊 这个美方这么这么多年来 对中国这种帮着中国 这个进行改革开放 开放这个 然后加入这个国际市场 开放自己的市场 等等这些事情 可以说美国对中国这几十年来啊 特别是这个这个92年改革开放来以外 这个基本上是做了很多帮忙的事情 那么现在美国自己已经深深陷入 这个每年上千亿的这样子赤字 这个美国这个时候要讨回公道 实在是不为实在不为为过的啊 好我们下面来看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有关于这个陈湘美女士啊 在这个三月三十号去世的事情 那么这个当然是大家都觉得非常惋惜 跟哀伤的事情 因为陈湘美这三个字呢 至少在这个五六年年代长大的人 几乎这是一个耳熟能详啊 而且认为这是一个传奇性的一位女性啊 大家都这个不管在中国也好 在台湾也好 在香港也好 听到陈湘美三个字 都觉得她是一个生活跟活跃在 这个华府这个社交圈唯一的一位华人女性 而且大家觉得能够做到这个样的地位 是相当不容易的啊 那么跟着这个陈湘美所带来的这个传奇 大家也熟悉到她跟她 这个美国这个飞行将军陈纳德之间 所建立的飞骨航空队 在抗战时间为中国啊 这个建下了不可磨灭的这个汉马功劳等等 那么对于这个大家对于这个这个陈湘美 至少从台湾这些角度来讲 认为陈湘美这个在早期来讲 都是在这个啊 促进这个中美的友谊之间 是有不可磨灭的这些贡献啊 特别是在抗战前后等等 那么她来到美国之后呢 1958年这个陈纳德去将军去世之后呢 陈湘美就在美国就在这个华盛顿定居 带了两个女儿 那么这个时候呢 等于说我们可以想象啊 在1950年1950年代60年代 那个时候 一位亚裔女子 一位华语女子啊 带了这个啊 带了这个两个女儿 在华盛顿 的确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我所幸的呢 这个陈湘美呢 这个这个 她的这个陈纳德的这些 就不习日这些部署啊 还有这些袍子 还有所认识的 很快的就接纳了陈湘美 让陈湘美能够很容易的 就留在啊 融入了这个华府的圈里头 那么这里头还有一位 这个啊 这个这个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陈湘美后来 在她自己的书里头 也提到 也感谢过这位这位先生啊 啊 这个是应该是 Robert Cocoran 啊 那这位老先生呢 是这个被认为说是这个 啊 当时啊 他是这个华府的 最厉害的啊 最这个啊 最具有权威的啊 在背后 等于是在背后可以操控 可以了解各种华府上面 上上下下政坛 事情的一位老先生 那么这位先生呢 原来是这个罗斯福总统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测试啊 他协助罗斯福总统设计出来 然后呢 这个提到这个 这个中国游说团 说是一个非常 非常这个啊 这个具有非常 具有能力跟影响力的 这样子的一个游说力量啊 那个跟那个战后 这个以色列啊 这个以色列在华府游说的这个力量 几乎可以是并驾齐驱的来谈 那么陈湘美当然这个 现在大家都在问说啊 以陈湘美这样子反共的立场啊 因为他先生的关系 后来他的回来到美国 以他这样子反共的 这样的立场关系 为什么后来会跑到这个 北京跟邓小民见面 然后陆陆续续的 好像跟大陆的关系 是非常良好等等 有人在问说 他到底是是不是便捷呢 是不是他是不是这个 是亲共了呢 等等这些问题 那么其实这个 如果说如果如果了解啊 如果真正在美国生活的话 那么就可以知道 其实陈湘美在1958年 回到这个美国之后呢 他开始融入这个美国 这个这个这个生活圈子里头 特别是有关于这个政治 政圈里头 他就应会很了解到 他自己所代表的角色呢 就是是一个美国人 但是他刚好是来自中国 所以他的责任呢 就是想办法 要让美国了解中国 要让中国了解美国 尤其尤其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尤其是49年之后 中国把自己关起来 在里头做一些 到现在为止 被人家称为是折腾30年的事情 那么这个陈湘美非常了解这个情况 他也知道美国对于中 中国对于美国的这个重要性 对于世界的重要性 在很多不同的谈谈话讲和里头 谈话的这个讲和讲话里头 陈湘美常常会觉得说 中国把自己关在里面 实在是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样 去把他们就 把中国能够拉出来啊 所以一有机会呢 他绝对会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的 那么战后的时候呢 这个中国 那个时候很多的流亡的人士 到香港到台湾等等 那么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 他跟这个甘乃迪总统在的时候 那么甘乃迪总统 当时就把他拿进来了 那么成立一个 类似像是救难的机会 然后由陈湘美来负责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知道 那个是刚好是冷战的开始 中国已经 那个时候已经 跟这个苏联 这个前苏联结合在一起 被这个西方国家 成为铁幕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甘乃迪总统 他需要一个人 需要一个他能信得过 美国能够信得过 同时又能够了解中国的人 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陈湘美在那个时候 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当然陆陆续续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一直在修改当中 那当然最大的一个修改 就是这个雷根的前任 这个卡特政府 这个对于这个 这个承认了中国 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唯一的中国的这样子的事情 跟中美建交 但是陈湘美因为是共和党的人 因为是共和党的人 所以他没有办法 也不行 也不至于去跟这个 卡特的民主党 有任何这个来往 所以当雷根总统 开始这个上任的时候 他当然这个雷根很知道 雷根也是相当反共的 可能是比你这个 尼克森还要反共 那么他也知道 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所以他也要求 这个这个陈湘美呢 能够作为这个 他跟中国之间的一个 一个来往的管道等等 那么那个时候的中国呢 基本上已经陆陆续续 从这个文革还有这个整个整个这个自己折腾自己的这个局面慢慢走出来 所以这个陈湘美才有机会啊 去跟中国到了那边去看了邓小平等等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不能说这个陈湘美到底是亲共呢 还是说他是亲国民党的改变 实际上是第一个中国自己产生了变化 第二个美国自己本身的政治前后也发生了变化 所以这件事情来讲对于这个如果以我们以在美华人来看的话呢 那么陈湘美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在美华人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他希望中国了解美国 美国了解中国 这个我想是他最大的这个心愿 那么从现在情况来讲的话 以后再也不会有像这样子 这个陈湘美这么样一个这个独立 独立而特意独行的一位女性了 而且一位女性能够纵横在美国几六位总统之间 而且都成为这个核心的主要的幕僚 核心的主要顾问 这个正是前无 前无 使前无人以后也不会有这样子人出现了 所以这个对于陈湘美在这个礼拜五 会有一个追思会 我们这虽然不能够亲自去 但是也希望能够在这个机会呢 大家表达一下对于陈湘美 对于这个这个这个整个这几年来 这几十年来对于中国自己本身的贡献 最后我们稍微提一下 这个有关于这个美末成美国将要成军 这个这个有美国派部队去边界的事情 这个事情大概是上个礼拜 这个有一些人道关怀团体 在中南美洲的人道管体 人道关怀团体 他们组织了大量的这个洪多拉斯人 中南美洲这些这些国家的人 打的旗帜是说是反对 事实上是反对当地政府 对他们施加了这种不同 这种不公平歧视的劳工 还有就业等等待遇 所以他们要抗议所以组织了这些这些 洪多拉斯人中南美洲的这些移民 开始这个步行抗议 结果这个步行抗议就一路往北走 走到了这个这个墨西哥 然后最终目的是要是要进入美国 那么好玩的是呢 这个这个会让人家气愤的是呢 是整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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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游行的这个行列 四位游行的行列 徒步游行的行列是越来越多 男女老少都加入了 然后一路走到的墨西哥 问题是墨西哥并没有挡他们 你作为墨西哥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他居然没有挡这么多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 中南美的国家 一路都涌进了这个墨西哥 那墨西哥的目的就是到了美国边界 然后准备要强行进入美国 那这个是一件 如果说你总统作为一个总统 你如果知道这个事情 如果有情报告诉你说有大批的这些 这些难民 要让要涌向你的国家 那要做那应该这个 作为这个总统 他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呢 他当然要想办法阻止了 所以川普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阻止 那么他当然前几天 他是口不责言 昨天特别是昨天口不责言 说要派出军队去驻守这个这个边界 那这个这个用军队 他用的是military这个字 当然是这个有点糊涂 因为根据美国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宪法来讲 这个自己的军队 是不可能动用 没有办法动用 在国内里头动用军队的 这个军队是对外的 也不可能在国内里头动用军队 所以川普这个想法是没有错 可是他的用词有很大的问题 总统在境内的话 他只能够这个 动用这个国家 国民兵 所以他的意思当然是国民兵 所以这个国民兵呢 一定会再动员起来 所以现在有几个州的国民兵 都已经接受到了这个 这个动员的这个预备令 准备了川普一声印下呢 就要到这个到这个北墨边界 去阻止这些这个墨西哥 这些东南美的中南美的人 进到这个进到美国来 那么川普这个话一讲了之后呢 这墨西哥也紧张起来了 所以墨西哥知道川普讲话 绝对是真真的 所以墨西哥昨天也开始出动 劝离啊 劝离这些来到墨西哥境内的 这些东南美国家的 这些这些所谓难民啊 当然墨西哥这个作为是是是是有限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在墨西哥境内里头 这有几个大的城里头 已经这种大大批来自这个 中南美洲的难民 都躺在地上睡 然后自己搭上搭上搭上这个 这个我这个网棚啊 还有各种不同的就地 就开始睡了等等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 如果这些中南美难民不离开 又没有办法进入美国的话 那么这些会给自己墨西哥 自己本身带来意想不到的 这些麻烦跟困难 你到底要怎么样驱离这些 来自中南美的人呢 如果你不能驱离他们 你又不能他们又不能进入美国 那这些人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呢 所以川普今天讲了这个话 要动用这个军队 现在当然这倒是国民兵了 来驻守这个边界 一直到美国把这个边墙组好之后 才会撤撤离这些国民兵 那么也就是说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啊 无法的啊 这个这个没有任何这个合法签证的人 进入美国 这就是今天这个美国 这个跟墨西哥之间 所发生的这样一件事情 现在各大媒体都在报道 那么现在就在看这些 来了这么多的这个人 他们到底要怎么样 能够进入美国 如果不能进入美国 又该怎么办 这个难题到目前为止 应该不是川普政府的难题 好 我们跟各位先来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